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相同 男人背叛虽然也会被指责 但是他只要真心悔改 回归家庭 婚姻就能够继续下去 别人也不会去说什么 而女人恰恰相反 同样是背叛 女人承受的后果却比男人严重得多 一旦被发现 多半是离婚这一个下场 因为她即便想回归家庭 丈夫也不会容下她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女人义无反顾地被判婚姻 到底是什么原因 女人和男人不同 男人可以接受露水之情 而女人则会循序渐进 即便是婚外情 也会像谈恋爱一样 先相识后产生感情 现实婚姻中 以下两种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女人不惜铤而走险 主动发生婚外情 第一 情感的需求 不得不说选择背叛的女人和没有背叛的女人相比 做事更容易不计后果 她们只考虑自己眼前缺失的需求 急于找外人弥补 却没有考虑过被发现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有个朋友最近发现自己的妻子非常反常 总是低着头盯着手机 问她看什么 她也只是含糊其词 说什么都没做 可是说完后 妻子依旧和之前一样 不停地玩手机 有的时候说要出去 朋友问和谁 她也只是说和朋友 可是和哪个朋友出去 却也说不清楚 最开始朋友也比较信任她 认为她不会背叛 可是对方的行为实在是反常的过分 让朋友不得不往这方面去联想 于是她开始留了心眼 不再像之前那样只靠猜测 而是想办法找证据 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若妻子没有背叛 那正好 若她背叛了 就能直接看到背叛的男人是谁 朋友偷偷偷调查 终于确定 妻子有了外遇 但让她无语的是 对方并没有她优秀 是个离过婚的男人 就连外貌也没她帅气 个子更没她高 唯一的优点 就是那男人比她会哄女人 妻子才因此沦陷 其实 会哄人是朋友身上一直所缺少的特质 她一直都没有哄妻子的习惯 即便是吵架 两个人吵完就当作没有发声 更没有想着哄妻子 给对方抬接下 平时妻子付出 朋友也没有安慰过她 更没有体谅过她的辛苦 长时间在婚姻中 缺乏应有的关心和体贴 让朋友妻子倍感委屈 这个时候正好出现了一个男人 对他嘘寒问暖 关心他的生活 妻子才感到被重视 被呵护 最终选择了婚外情 其实婚外情中的女人 并不是胆子大 而是因为她们的情感需求较多 一旦不被满足 她们就会在别的男人身上寻求 用这种方式看似解决了问题 可实际上 可实际上却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麻烦 更为自己的以后 选择选择 选择了背叛 我有个同学就没忍住 背叛了婚姻 跟其他男人混在了一起 她和丈夫结婚快十年的时间 有两个孩子 在老家有自己的房 和车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这样的生活 却足够稳定 可是就在最近 同学却背叛了 没有任何的征兆 原来 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人 对方是在大城市里 有房 有车 也离过婚 一直单身 谈吐幽默大方 对她也很温柔 最开始 他们只是在网上聊天 后来男人专门开车 从大城市来找她 买了很多价格不菲的礼物 这些礼物 丈夫从来就没给她买过 而她即便省吃俭用 也买不起 而且男人还承诺想娶她 把她带到大城市生活 给她和孩子 更好的生活环境 而同学的丈夫不太上进 只考虑现在 不考虑未来 所以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正因为这样 同学才没有安全感 总担心手里的钱不够花 焦虑未来的生活 该怎么继续下去 而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他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一个又一个的贵重礼物和承诺 直接就把同学给砸晕了 他沦陷在这段婚外情里 可是到后来 婚外情被发现后 男人并没有履行承诺娶她 而是直接消失不见 而她被离婚后 带着孩子改嫁 二婚的生活 本就带着算计 如今的日子 也不好过 其实在感情中 足够的金钱 并不能获得想要的安全感 安全感 应该从自己身上去获得 一味盯着物质 只会把真正爱你的人 推得越来越远 再甜蜜的婚外情 在世俗的眼中 都不会被接受 更多的是诟病和指责 而且婚外情 大多没有走到最后 都是半路分开 况且有的人一开始 也没有付出真心 表面上婚外情 能让女人感到快乐 缺失的需求得到满足 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物质生活 但是在享受的同时 你却总是提心吊胆 担心自己的伴侣 发现自己背叛的事实 长时间的忐忑 只会更加消磨人 而且这个问题 总会被伴侣发现 不过是早晚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 婚外情一旦被外界知道 名声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你也会成为别人的坦资 不得不承认 别人的议论 甚至还会丢掉自己的饭碗 不得不再找新的工作 女人无论需求再大 也要通过重当途径解决 可以和另一半沟通 尝试改变 也可以分开 选择新的开始 婚外情 充其量只是一种逃避 而逃避 只会让问题越来越糟 所以 不要用婚外情 来弥补婚姻的问题 它只会毁掉你的人生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